大家好 今天我們科技十八請來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的洪文正 他是我們新興科技教育協會的創會主席 甚麼叫做最佳學生發明獎 其實2017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學生發明獎 其實今年已經舉辦第十一年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每一年有八個不同的大獎 其中一個叫做最佳學生發明獎 這個比賽最主要是找一些學生 獎項這麼有意思 學生是怎樣報名呢 渠道是怎樣呢 其實哪些作品可以參加 因為我們搞了十年應該是比賽 其實這本書可以上網下載到的 就可以看回去年所有參加的 贏出的作品 要報名的同學就要把握機會 在1月20日之前透過網上的方法 包括電郵及Google Form 就可以參加這個比賽 同學記得好像Annabella說 我在1月20日之前報名 我們另外之後會有評審 在2月18日和2月25日 快點來參加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的最佳學生發明獎 作為小學生的你 要在1月20日之前 將你的作品Description 即文字簡介 在200字之內交到這個協會 就可以參加這個比賽 如果你想表達得好一點的話 更加可以加上圖和video 記得來參加 1月20日就截止了 妳在過程中 於是 有雙人發生了 侍然套 說 雙人發生了 地車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